所以我看一下說明書看起來 所以我看一下說明書這兩 所以我看一下說明書它的 所以我看一下說明書它的規格上面 所以我看一下說明書它的規格上面其實蠻省電的 這樣子一個才2.5瓦以內 所以你如果用正常的像是NPF電池在攝影 稍微看一下說明書它上面 稍微看一下說明書它上面的電力 稍微看一下說明書它其實蠻省電的 稍微看一下說明書它其實蠻省電的 它接收端跟發送 稍微看一下說明書它其實蠻省電的 它接收端跟發送端最大只會用到2.5瓦 2.5瓦其實非常非常省電對突穿來說 你看像這樣子一顆大概二十幾瓦小時 你可以用十個小時 除了用攝影 除了用相機這種NPF電池以外 它還可以用USB Type-C來供電 除了用這種相機的NPF電池以外 這圖傳除了用這種相機的NPF電池以外 你其實也可以使用你的行動電源也可以供電 那你正常一個行動電源大概是一萬的 如果是一萬的大概也是可以用十個小時 所以真的非常省電 你只要用這樣輕鬆的裝上USB Type-C 我們就可以持續使用十個小時 太厲害了 這組無線圖傳除了用這種相機的NPF電池以外 它其實也可以用 這組無線圖傳除了用NPF電池以外 這組無線圖傳除了用NPF電池以外 我們只需要用USB Type-C 我們只需要用USB Type-C 我們可以使用行動電源來供電 我們可以使用行動電源來供電 我們只需要用USB Type-C 這樣小小小的行動電源 可以使用行動電源來供電 可以使用行動電源來供電 我們只需要用行動電源來供電 我們只需要用USB Type-C 這樣小小的行動電源 理論上看數字的話 也可以使用十個小時 所以就這樣真正 這組無線圖傳除了用SonyNPF電池供電以外 它其實也可以使用行動電源來供電 你只需要用USB Type-C 這樣小小的行動電源 也可以使用十個小時 這真的太省電了吧 這個就是… 這種誤導電源 這是… 這樣… 我自己去鑽紙 就是… 這裡… 這裡… 對… 這裡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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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在上